不断出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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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蕾静悄悄的向人间开放 花开药师琉璃光如来 花为妙愿 令友情所求皆得 各位大德 各位爱华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还是依然很坚定的 在做这个录影的工作 在风雨中 让我想到有一个禅宗的公案 这个公案里面 他是提到说 有一位居士因为下雨 他没有带雨具 结果就躲在屋檐下 刚好在这个时候 就看到一位师父带着伞走过来 然后他就跟他说 师父度我吧 那个师父就跟他说 我在雨中 那屋檐下没有雨 所以你不需要我度 所以这个居士在这个时候 就走到雨中 那师父你不忍心看我在淋雨吧 那度我吧 那这个师父就跟他说呢 我在雨中不被雨淋 是因为我带了伞 那你自己在雨中呢 你被雨淋 是因为你没有带伞 下回一定要记得 自己一定要带伞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这师父的话中呢 充满了一个残疾 那我们知道这个伞呢 其实就是自信的光明 也就是自己心中的 这个无尽的保障 那我们怎么样在 学佛的过程中 去开发自己的决心 开发这个无尽的保障呢 那我觉得学佛 所以必须要用功的 那今天呢 我们来插做一个 蛮特殊的一个花形 那各位阿华菩萨呢 可以先看到 我前面呢 有一个这样的四方盘 那这个四方盘呢 本身其实 它就很有气质 也很有味道 有时候我就很简单的 放一个胎石在上面 那就要加点水 那借由这个盘来关水 那关这个石 那关这个胎石上 所有的一切的感受 那这个桃做的 非常的简单 所以简单的东西 反而可以让我们 有无限的一个表现 好那接下来呢 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放了一个这样的 一个创作的桃 那这个创作的桃呢 放在上面之后呢 我就可以做另外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设计 那这个创作的桃呢 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含义 就是有一点点善恶并吞 就是说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一面也许是善的 那这一面也许是恶的 那我们怎么样在人世间呢 能够不受外面的 散散恶恶的影响 那能够自由自在 这样的一个创作 好那在面对一个 这样的创作桃的时候呢 我也来做一些 比较特殊的一个表现 因为这样的创作桃 我们一般可以有 两种插花的模式 一个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说 你纯粹以展示桃的优美 来做创作 那一个呢 我们就是借由植物的一个 特殊的造型 来表现这一个桃艺的作品 好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呢 我的那个花材里面呢 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 绿色的这个栗珊瑚 那这个栗珊瑚呢 它看起来好像有刺 但是它这个刺又好像 不是太 不是太 太那个 太硬的感觉 所以摸起来 感觉还蛮好的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呢 它这个 它这个花材呢 很耐 因为我买了好多天 发觉它好像完全都没有改变 不会因为天气的热 而改变了 好那 我们来看看这个作品 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一个 创作跟感觉 好那 首先呢 我把这个 就是这些绿色的这个绿珊瑚呢 我找到一个适当的角度 看看它从哪一个角度去创作比较好 好我有一点点把这个 这个桃呢 我利用这个花材的这个关系 好然后我在上段的这个地方呢 我把这一个 像这个绿珊瑚呢 做一个结合 好那我先找一支的铁丝 好那我现在用的是 24号的一个铁丝 好那这个绿珊瑚呢 它形容起来 有一点点像一个网子的一个感觉 好那我把这个 感觉呢 就是这个绿珊瑚呢 整个跟我这个花器呢 做一个结合 让它尾端的地方呢 能够结合在一起 能够把它 结合在一起 好再试一下下 好因为刚刚一剪 剪花材的时候 它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弹力 好我们再试一下下 好我们把绿珊瑚的这个尾端呢 稍微固定一下下 那各位阿花菩萨可以发觉 我一固定上之后呢 那我就可以利用 绿珊瑚本身的这个效果 能够 有一点点的把它 借由这个植物 就是 最近在做这些创作桃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一个感想 就是呢 我们可以运用这个植物本身呢 去把这个花器呢 完全的把它包覆起来 把它包覆起来 那包覆起来的过程中呢 也是一种表现花器的一种美 就是那个花艺创作的一种美 好那 从侧面的地方呢 这个绿珊瑚跟桃之间就形成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结构的一种美 好那我这边还有另外一束的这个绿珊瑚 好那我在 另外的这一边呢 我再给它做一个 一样类似的 那应用我这个花器的一个弹开的一个力量 那在这一边呢 也在做另外一个 两个重复在一起的一个 一个创作 好那这个绿珊瑚这个花材呢 在过去呢 我们很少运用它 那那些采集花材的这一些花农们 他们也没有发现说 这个花材是可以用来做很多花艺创作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花艺老师呢 因为多了这个造型花艺的一个运用呢 那好多大自然的花材呢 都可以变成我们创作的元素 过去我们可能会很固定的在这一些 比如说收竹梅啦 梅兰竹菊啦 非常传统的这些花材 那随着这个 现在的很多的创作 设计师的这个能力的一个增强 我们就会发觉 哇任何的花材都可以变成 很棒的一个设计 那对于那个花艺老师呢 也增加了很多这个 做创作的一个乐趣 跟感觉 好那各位阿伙伏萨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应用了这个绿珊虎呢 帮这个花材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让它再进来一点点 再表现进来一点点 更加的应用这个绿珊虎的感觉呢 然后加入这个整个作品 让这个整个作品 它之间是一个蛮多的 互相的一个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感觉 好那我们再欣赏一下 这个作品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好那在做完这个之后呢 我想在这个它的下段呢 开始做它收这个下段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透过这个绿珊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花器本身呢 做一个另外一个呈现 绿珊虎呢 做了一个前后的一个设计 就是利用这个绿珊虎的这个 折角线 细细的这个折角线 就像一个网子一样 那把整件这个作品呢 把它包覆起来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选用了一些这样的一个三归来 因为呢这个三归来的果实呢 也是在这个季节呢 一种就是让你有充满一种夏意的一个感觉 就是很有夏天的一种气质的一个花财 所以我选用了一点点这个三归来 好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利用这个网子 然后呢它刚好有一些些的这个压力跟弹力 那我把三归来呢做一些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放置 让这个三归来的果实呢 跟这个线条呢 可以做一些的这个表现 看一下这个三归来 让它尽量的自然 三归来呢 这个花财是属于曼藤性的植物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它好像蛮柔的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其实也很难调整 因为那个它因为生长的这个环境跟习性 所以它必须要很有韧度的感觉 才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呢能够存活下去 那这个花财呢 它的那个生态呢 其实是蛮艰辛的 因为我自己在我住的地方呢 就常常看到山柜来 然后这个花财因为它现在的存活量并不多 在台湾山林的存活量并不多 然后很容易在不经意中呢 就被把它除掉了 因为在我住的那个山里面呢 前面跟后面其实都有种 但是每次那个园丁一来 就觉得它是野花 然后每次就很自然的 就好像就把它给剪掉了 有时候我很期待的看山柜来花开 春天看它发出嫩嫩的芽 那很希望看到它花开 结果你会发觉那个园丁一来 它也不认识这个花财 就觉得它是没有用的个杂草 然后一下就把它给除掉了 所以现在在大自然中可以看到 山柜来的这个机会是越来越少 那各位奥巴士可以看到 我利用这个网跟这个线 这个线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变化 还有这个山柜来的这个造型 那把它构图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那我这个花材呢 这个花形有一点点刻意去表现 这个季节的果实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除了山柜来之外呢 我手上还有这样的这个果实 这个叫苦灵子 苦灵子 好那这个苦灵子呢 也是对于插花的人来讲 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花材 因为这个苦灵子呢 第一个就是 这苦灵呢 有很多对我来讲 有很多很美好的记忆跟感觉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苦灵 我刚好利用这个架构 那这个苦灵呢 第一个就是说 它有一个很好的特色 就是每年大概在金子左右 就是我们的节气 春天的金子左右呢 那苦灵花开 苦灵花开 那苦灵花开呢 它是一个淡淡的这个紫色 那尤其是在我们住的这个 壁潭的东岸 那个新店的壁潭的东岸呢 它就好几颗的苦灵花 苦灵花 然后呢 每次呢 你开车经过那个壁潭桥的时候呢 你往壁潭东岸一看 就觉得那边开了一片粉紫色的花 尤其在春天 又开在那个水边 都觉得真的是超级浪漫的 那个感受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感觉很美 那我自己也有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记忆 我曾经也是在我们新店开车 然后就看到 远方有一颗这个苦灵花 很美 然后就自己很想去看看 那个苦灵花的那个生态跟感觉 结果我一走进一看之后呢 发觉好大的一颗苦灵花下 竟然是盖了一间的铁皮屋 那我就觉得那个主人真的好幸福 住在这么美的一棵树下 虽然是一间的铁皮屋 但是整个苦灵花 把它的那个铁皮屋给覆盖住 所以我觉得屋指的一种 就是防止的一个美感跟豪华度 有时候看到那样的画面的时候 我真的内心觉得非常的感动 好那我在下段的这个部分呢 就用了一些这样的一个苦灵花 做前后的一个互动 那虽然说我们在做花艺创作的时候 不一定说一定要是四面都可以看 不过有时候呢 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 也增加一点点前面后面的可看度 那觉得也是蛮好的蛮有趣的 好那我在这个下段的地方呢 把这个苦灵子呢 也利用这个 绿珊瑚的这个优点 把它做这样前后的一个设计 好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设计 感觉蛮特别的 所以我把后段的这个部分呢 后段本来要做一点点集中的 好那我在后段的部分 也把这个苦灵 苦灵子让它往上 往上 然后让它这样子做 创作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苦灵花呢 在春天金子左右开 粉红色的这个小花 那整棵花树 都是粉粉淡淡的一种紫 粉纸色的一种美 然后到了那个一定的一个季节之后呢 这个苦灵的果实就开始结果了 我们几乎一年世纪呢 都可以用到这个 这个果实 那这个苦灵的果实 虽然它的名字叫苦灵子 但是很多婚礼的会场 也很喜欢用这个花材 因为它这个花很特别 就是当它跟玫瑰花配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特别的美 尤其是红玫瑰 就是用这个花材 然后搭配红玫瑰 然后再加上玫瑰的花材 感觉就是特别的 有味道 好那我再把它做了很多这个果实的 葱葱叠叠的这个运用之后呢 那我来试一下下 我今天有一颗这样的一个 这个我们称为石湖兰 石湖兰 那各位阿拉伯萨可以看到 这是一颗蛮高大的一个石湖兰 好那我把这个石湖兰给剪下来 其实这颗石湖兰是我们这一次在 我们在我们的社区大学做成果展的时候 那因为夏天呢 那我们的那个社区大学呢 本身又是 就是自然采光的一个空间 就是它的太阳可以直接照到 我们的展览空间 所以我们就选用的都是属于这种 比较不容易凋谢的这个花材 所以我们当时就选了一颗这样的一个兰花 一直到现在 这个花还开得非常的美 所以我们今天把它拿来运用 好那我找一个恰当的位置 我看看这个 刚好可以怎么样的去运用它的这一个 苦灵的这一个空间 跟绿珊湖所形成的这个空间 去把它直接架构上去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角度的感觉 好挺好的 因为各位知道呢 如果我运用这个花器呢 如果要用一个 一个剑衫 或者一个怎么样的固定器 去把这个石湖兰做一个架构跟固定 是有一点点不容易的 好那刚好应用这个 绿珊湖它的这个硬度 跟它所交织的这个网 那我们把这颗蝴蝶兰呢 就把它给固定起来了 好那我们在看这件作品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觉到呢 其实这些绿珊湖呢 就像我们在人世间一样 虽然有很多各种的波折 或各种的磨难跟磨练 但是我们最后借由这个 不断的磨练中呢 可以开出生命最好的一个火光跟火花 就像这个蝴蝶兰 可以借由这些绿珊湖 把它整个非常圆满的固定起来 那学习借力使力 也是在插座这件作品中呢 一个小小的心得跟感想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件作品呢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用了一个小小的这个 君瑶的紫色的这个莲花碗 这个莲花碗呢 其实我已经就是很早很早以前 就买了这个莲花碗 那这么多年来我觉得 随时随地都可以把它拿出来应用 那供在佛前呢 就觉得非常的庄严 然后平常在用它的时候 也有一种很纯洁神圣的一个感觉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美好的花气 是让人历久彌新的 永远都觉得就是这么的好用 好那今天呢 我用这个莲花碗呢 那我选用了一朵这样的一个蝴蝶兰 那因为呢 尤其是在夏天 如果我们希望家里插的一个花呢 能够放得比较久一点点 那蝴蝶兰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蝴蝶兰呢 做了这样的一个主化的一个应用 让它很直接的向南方倾斜这样子 好那我再用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叶兰 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有一片这样的一个叶兰 那因为我用手把它卷了一下下 那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很美的一个弧度 好那这个叶兰呢 我可以让它有一点点随着这个 这个蝴蝶兰的这个弧度呢 做一些动感的一个应用 好比如说呢 我把它这样插进去 好那我们在插这个花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会感受到呢 其实有时候插花 我们要买的这个剑衫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所说的这个剑衫 就是这个固定 我们插花的这个器皿 这个剑衫它真的是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它的针很密的话 我们在插花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稳定 那如果它的针有一点点会动的话呢 那我们插花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固定 好那各位阿菩萨接下来看到 我用了一只这样的一个松 那在夏天呢插双鱼是很好的 因为呢它这个松呢很耐 好那我把这个松呢做有一点点后段 后段像西北的地方向后飘 向后飘 然后有一点点夜兰的线条的一个应用 那各位阿菩萨接下来看到这个夜兰呢 它形成一个很美的这个回旋 然后跟律动的一个感觉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在前段的这个地方呢 我再加一只的松 一只的松 好让我的只脚呢是很干净的 然后这个是有一点点比较接近 我们所谓的里面花 里面花的插法 好那我希望在这个 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在这个 西北的地方插的松 然后西南的地方也插的松 然后在东北的地方用了叶子 那我希望这边呢也加了一点点的松 就是让这件作品很纯粹的 是以松为主 然后配合蝴蝶兰的一种美感来插作 好那我现在 拿了一只22号的铁丝 帮我的松呢 做一点点的折肢 让它在我东南的地方呢 也有一只松 可以做一种辅助的工作 好因为我们知道呢 一个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花 但是它非常的正式 而且很端庄 然后这个都是属于 比较有一点点里面花的一个插法 好那我在它的东南偏东的地方 再加一个这样的一个松针 好那我用一朵菊花 来做它的这个下段的这个地方 好我找一朵菊花 好那这个菊花呢 台湾的菊花非常的美 而且也很耐 那所以我们在夏天插花的时候 特别喜欢用菊花 好那我在这个菊花的这个里面 给它穿一只的铁丝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称菊花是空心菊 就是它有一点 空心的意思就是说 它也是虚心 虚心有结 就是说我们人要向菊花学习 就是有一种虚心受教的一个感觉 好那我现在把这个菊花呢 稍微的折了一下下 因为我上了铁丝之后 我就可以做很大的一个取折的弯曲 好那这个菊花呢 我来做我的这个煮花的这个部分 好我让它再短一点点 好水花这里一下下 好因为有时候这个水的一个干净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插花呢 水清美的就像人一样 好那我让它更加的一个低一点的角度 我让这个菊花做这个下段的地方 好然后蝴蝶兰 好然后我找一片叶子做它的鸡盘 那各位阿博莎可以看到 我现在用的这个叫佛手鱼叶 佛手鱼 好那这个佛手鱼叶呢 它很很纯真自然 就是我们觉得它很清新脱俗 所以应用在插花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花材 不过佛手鱼叶它不像电薰兰 电薰兰有一个优点呢 就是电薰兰叶它本身很耐 那佛手鱼叶因为它有一点点水深 跟沼泽的植物的感觉 所以它会稍微比较不是那么耐 好那因为一个端正 然后正式的一个花呢 它的鸡盘必须要是很挺拔 而且有力的 所以我在这个下段的地方 架一片这个佛手鱼叶 做它的鸡盘收的地方 好那我在那个这件作品的后段的部分呢 再加一片这样的一个佛手鱼叶 好那这样子呢 我们整件的作品就更加的一个完整了 好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欣赏一下下 好那我在侧面的地方呢 我再加一片的这个钵 让它的只脚收起来更美 而且从任何角度看起来 都是这么的圆满 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件作品我们就用一个非常简单的 但是很古典的一个君瑶的莲花丸 然后插做一个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它很正式 而且很端庄很庄严的一件作品 那冤子香滑 片满石方 供养三宝 呼法隆天 普勋众生 共祿佛志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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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松 통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方举办传授八观灾界 礼拜三昧水灿 护生济甘露诗实 宫秦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12月9日星期四上午8点半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建牌位 欢迎填写 年度共生 普愿功德皆回向 系念弥陀 弥阳两立 度友情 新逢阿弥陀佛圣诞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年度共生总回向 特举办三十系念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法师群作法 日期12月20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 9319 03989 9319 03989 8686 03989 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